错乱了 是的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这几年 做家校互动的研究里面 感到特别特别困惑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看 老师的功能跟家长的功能 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特别讨厌有本书的题目 书的内容我们觉得还可以 就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其实是要参量着完全不同的角色 老师的主要角色是第一个 他是知识传播知识教育 所以他一定会在乎成绩 而且是一个阶段的成绩 第二个他是社会化的过程 所以他一定会教你一些 社会你必须要遵守的规则 第三他是个集体生活 所以你一定要遵守 集体规则里所要求掌握的这些东西 而我们的家长不一样 我们要给孩子爱 给他自由发展 他想怎么样 我们在可以满足情况下 尽量满足 然后我们要考虑他的情绪 各方面 集体生活是不可能考虑 每个人的情绪的 那么等到家长学了很多 这种育儿理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出现的第一步是 我们希望老师像妈妈 老师要去关心孩子 要去爱护孩子 一句重话都不能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坐下校互动的时候 很多老师抱怨说 现在老师没有惩罚的权利了 一个孩子如果成绩不 这个作业没有完成 打不动 打不动 这不能打 也现在连罚站都不可以 那么如果我说 你没有做完作业 你到我办公室来 把作业做完 那他就课上不了 那家长马上就考虑了 对啊 你怎么能拨斗我孩子 上课的权利呢 那老师我说几句重话 你怎么这么懒惰 你怎么能够不完成 回家一说 这个妈妈就很不高兴 爸爸说 你怎么能给孩子贴标签呢 我们这孩子 对成绩不在乎 所以这个老师就觉得 你这些都不让我做 连罚站都不可以 那我就没想管 那OK 那你就回去你做 你去帮我管住这个事情 我那只负责 课堂的这个 这个记录 教学 教学 好了这个时候呢 表面上家长 现在获得权利了 结果家长一来呢 他一扮演老师的角色 回到家里 太受不了了 太受不了 因为他对错 然后呢 跟他去搞 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 家里没有考这个作业 都很欢声笑语 一谈作业 鸡飞狗跳 你的角色也变化了 那么父母呢 一关注成绩 他就关注这个阶段的发展 他就变得更焦虑 所以父母也发现说 这个我也很不爽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是 父母绑架了老师 其实不是所有的父母 都是这么做的 但只要有一小部分的父母 抗命 家长 老师不能批评 不能怎么样子 老师就很说拘束了 然后呢 老师反过来呢 也绑架了家长 既然你不让我批评 那你就 你回去批评 你来做吧 这样子 我也不伤害你家的孩子 所以如果你真的看 这个签字 这个发展的过程 你会发现 这个事情哦 也是我们家长 自己犯的错 也是老师犯的错 就这个恶性循环了 这被签字的恶性循环了 所以我说 如果真的要解决签字这个事情 第一个 我一直认为签字 其实是一个了解孩子 学习情况的一个 很好的途径 我们反对签字 不是说反对 我了解你的考试成绩 就是家校互动是对的 家校互动是对的 但是呢 不是说我要去管你的 考试成绩 管你的那个学习的 这个每一步 作业做得怎么样 所以真正要做的是 我们要给老师更多的自主权 他在课堂上 学校的权利 包括他一些批评的权利 其实要给到他的 我们要接受 老师跟妈妈之间 父母之间是有差异的 我们的目标都为了孩子好 可是我们的方式手段 或者是一些现实性的目标 短期的目标 我们是不一样的 你得接受这个差异 然后把各自的角色 理清楚了以后 我们才能说 哪些是应该家长做的 理解是家长 不应该做的 是我老师的权利 只有把这个关系理顺了 才能真正解决 所谓的签字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 如何更好互动的 这样一个概念 沈教授既是家长 也是研究者 所以说起这个话题 有很多话要说 说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观众 我们网友 他们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人说赞同 每次都是家长批改完了 再交上去 那还有老师干什么 有时候要么签字 要么在朋友圈晒作业 孩子第一类 家长第二类 还有说教育不完全 是学校的事 家校权利 才能打造良好教育 还有人说 家长督促 孩子学习的责任 完全这个学校 本质上也是甩锅 大家观点 也不是完全一致 您有您的观点 您刚才讲到了 希望大家能有良好的定位 更好的一个分析 各自的一个 所处的一个立场 那在目前这个阶段之下 可能签字制度还要在 那你觉得这个签字制度 怎么签才比较好 我呢就分享一些 不太成熟的 我个人的做法 第一个呢 在现有的情况下 我觉得老师的困境 我能理解 所以呢 我是一个比较积极 配合老师的 当然从长远来看 是助长了这种 恶势力的 恶循环的循环 但是我也不希望 我孩子在学校里面 受伤啊 或者比较另类 怎么办呢 所以我比较配合 但是呢 我在配合的过程中间呢 我一直记得 我的家庭教育 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 是他的个体能力 跟性格的发展 所以在我的家庭里面 我把这个签字 这个事情 变成让我孩子 学会全责力 承担责任那种方式 他每一次做完这个功课 我要让他自己先打勾 确认是不是完成了 你都完成了 然后我再签字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 承担这个责任 那你会跟我提要求 我要买个手机啊 我要自己下载游戏 我说你要让妈妈信任你 你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当你这个能力越强 妈妈给你的权利就越多 所以学习的这个习惯 就是你向妈妈 展示你的能力的这个层面 实际上是让孩子 懂得更多的负担 他应该有的责任 对 所以我把那个学习的 这个签字的东西 变成了他 去看他自己 到底完成什么样的 一个学习习惯的培养 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样既信守了我 家庭教育应该信守的底线 同时呢 我也没有太多的去关注他 到底成绩怎么样 我的焦虑相对来讲就很好 那么孩子也不觉得 学习这个作业是我的事情 是他向妈妈展示 我能否承担责任的一个途径 当然用的时候 效果是慢慢显示的 孩子有个发展的进程 所以大家不要急 要慢慢来 好 谢谢神教授 总经典过 是我们所做的这些分析 首先啊 家校互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呢 家长和学校 要确定好自己的定位 让家校互动 真正实现一个良性的循环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 谢谢神教授